荒漠甘泉5月29日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约15点15分 数年前某大学有一位年老的德文教授 他的生活是为全校学生所钦佩的 他们中间有几个好奇的学生 很想探听他所以这样生活的秘诀 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隐秘在教授的书室中 看他每天晚上在那里干些什么 教授走进书室时间已很迟了 看他的样子似乎很累 但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顶前程地读了一个钟头 然后低头莫倒 最后把圣经关起来说主耶稣 我们又是一次欢聚 与主欢聚是属灵生活中的最高点 每一个基督人该不惜任何代价 寻求与主又是一次欢聚 祷告和读经能使我们觉得基督的实在 越在密室中追求主的同在的 越觉得主的实在 贝博考课荒漠甘犬5月30日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起14比3 有一种歌 既非艺术所能叫 也非乐理所能编 只有在患难中能学会的 这种歌他发自内心 是一种记忆与亲身经历的歌声 从过去的苦难中宣泄出来 而以昨天的体验构成了今天的赞美 圣约翰说 即使在天上也只有一首世人唱的完美的歌曲 救赎之颂 无疑的这是胜利之歌 但胜利意义之产生 必须来自锁链的回忆 没有一个天使能唱得像我们这么好听 他们要唱 他们就必须走我们所走的道路 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经历 没有艺人能学会 除了石架之子 所以我的吉拿 你现在正在重复学习音乐功课 他训练你 要使你有资格加入天上的大哥泳团 有一部分声音 没有别人能担任 连天使和天使长也不能 只有你一人能担任的 天使虽能唱高音 但是这幽而且沉的低音 只有你一人能唱 你的父在训练你担任那天使 所不能担任的一部分 训练你的学校就是苦难 很多人说 神给你苦难 为了要正宴你 但有一个更确当的说法 就是神给你的苦难 为了要教育你 训练你能参加天上的歌泳团 在黑云中 它是你的声音 在忧伤中 它教你唱歌的表情 在患难中 它练你的气 在试炼中 它教你发音的准确 不要轻看这神的音乐院 许多人虽然羡慕 可是还不能被选呢 马德胜 在试炼中